黃永路拍台,見稱商台沒有見錢開眼 黃永路發脾氣,說民建聯贊助的深宵節目沒有影響商台編輯自主 但泛民則質疑民建聯是自在借個節目推銷黨內五個新星 這筆賺助費還不用計入選舉經費 流賣節目是引入魔鬼家主持潘小濤再批評言論空間被金錢壟斷 商台只會淪為某黨家宣傳機器 另一個主持李慧寧也說民建聯堅持用黨員做主持已經干擾了商台的編輯自主 雖然商台和民建聯都死撐節目不涉及政治宣傳 但黨友立法會主席曾玉成就騰空自己的街板宣傳節目和五個新星 節目今天凌晨首播第一站去沙田 維園大哥和一班年輕人已經聽著電台等踩場 還計劃星期日再到商台的門口抗議 對 感谢观看